不同于已经多次往返南北极的雪龙号 雪龙二号拥有了全新的外形和更高的性能 仅在破冰能力上就整整提升了一个量级 而这样一艘先进的科考船来的却并不容易 科研人员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建造完成了这艘极地科考重旗 我旁边就是雪龙二号 它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 那么这条船它的长度有122米 宽度22米 那么这条船它可以在1.5米的冰厚和20厘米积雪的情况下 实现连续的破冰航行 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为我们国家的科考人员 在南北极地区的作业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从而为获取更丰富的科学数据提供帮助 我们这条船就是现在世界上第一条 就是双向破冰的我们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那么整条船的那个冰级是PC3级 PC3属于一个中间的机队 那么也是中间机队的最顶层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条船的破冰能力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了 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 就是具备了船首船尾双向破冰的能力 在日常的科考任务中 主要以船首进行破冰前进 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雪龙二号可以像地铁一样 直接以船尾作为船头进行破冰 退出冰区 从而快速化解险情 我们是在尾部装了两个能够船回转 就是360度能够转的一个推进器 那么它可以产生一个强大的推力 同时它也能够转180度 能够让船尾变成船头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在被困住的时候 我这个船尾可以进行一定的破冰功能 除了破冰 雪龙二号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极地科考 所以船上配备了很多先进的科学设备 而在船前进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气泡水流 会影响安装在船底部的仪器 获取数据的准确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设计人员创新性地 对船的构造进行改良 将水流气泡与设备隔离开 从而保证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对船底部的仪器